Hello,大家好,GG Channel 昨天我們講完澳門4月份的賭秀 今天我們就關注一下五一黃金州的旅客情況 傳統上今天是第三天應該是入境的高峰期 所以我特意去關閘那邊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真實 現在上午11點多,見到入境的旅客真是樂意不絕 人流比平常多了很多,有些回到以前的感覺 大家都大雙細雙,持行李箱 見到各大賭場都還加派發財打疏度旅客 其中發財油張早前要出事澳門健康碼 所以有些乘客都忙於數碼 發財巴的班車多了 巴士公司也設了個檔檔解答旅客的查詢 我再走過的士站那邊看一看 的士站方面坐車的旅客多了 車出站的速度亦快了 據警方的資料顯示 五一王今週第一日入境澳門旅客超過4萬4千人次 是疫情以來單日最高紀錄 截至昨晚2號9點 入境澳門旅客有約3萬4千多人次 相信今天3號有機會再創新高 而鏡頭一轉我們趁中午時分來到中區 大三巴牌坊、澳門博物館一帶 見到遊客真的多了很多 無花無架 個個都在打卡拍照 氣氛非常熱鬧 而且不少都是家庭客力 和4月初的時候 我拍過的視頻差很遠 這些是4月時拍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分別 遊客多了 在場警方也加派多了旅遊警察 協助疏道交通 而手信店的員工忙於推銷產品 趁機會 買東西的人也多了 有手信店的職員說 雖然不及以往五一黃金周 但近兩三日的生意和人流 都是疫情以來最好的 生意大約增加了三成 不過仍然見到不少店鋪 撿了之後 刺了出來的鋪還未開 至於噴水池一帶 雖然天氣一般 天陰陰 但見到不少女客 在擺姿勢拍兩相 部分人坐下休息 見到他們都是大包小包 看來收穫豐富 而萬寧人頭湧湧 食店方面今天都要排隊 很久沒見過 澳門的情況似乎不錯 但一橋之隔的香港 仍然要面對變種病毒入侵社區的威脅 和內地通關遙遙無期 昔日遊客的景點猶豫死城 聽說不少店鋪都關門大根 五一假期亦無助生意復甦 香港旅遊業界表示 促請當局早日重啟香港和內地 澳門通關才能重振旅遊業 這集就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下次見 拜拜